就經濟發展來看 我們的航空城大概也是未來 我們台灣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準備 也是影響我們台灣經濟能夠 脫胎換骨 起死回生 非常重要的一個計劃 那麼很高興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中央跟地方現在全力來推動 組織一個非常堅強的一個團隊 拿工作小組來推動 第二個 剛剛聽完我們次長以及縣長 我們也看出來這個方向也是非常的正確 但是我後面我就要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計劃區段徵收大概也是台灣 第一個用試駕來辦的 公告試駕以後 不是用公告限制 用試駕來徵收 所以因此用試駕來徵收的話 就會影響到我們將來整個開發的一個成本的問題 尤其我們市場的說明會 我們可以幫你看到出來 我們的鄉親都很關心他自己的權益 包含將來徵收的價格 將來分配的面積 以及承諾收費分配的問題 所以因此這個部分時效非常非常的重要 成本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這個成本又會影響將來 投資者買土地的這個成本 有沒有意願來投資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因此我就建議 第一個 時程一定要收到 我們如果這樣的速度等到108年 才完成這個區段徵收 這個真的是時間太長 第二 因為要到100年 108年才完成區段徵收 那這個一間被你拆過的房子的人 你要給他一個房屋補貼 房租的補貼 這個又是增加的成本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一定要先建後裁 譬如我們現在空間海軍基地的部分 譬如我們現在捷運旁邊的地 我們先就來蓋一些住宅器 讓這些將來要拆除的人 可以先搬進來 你這樣的話就可以減少你將來房租的補貼 那對於人民的業員來講 他這個被你拆跟你住的 這個時間可以剛好留 這樣的話他的業員也非常的高 所以這裡就可以減少成本 第二個來講 招商也非常的重要 我記得我非常感謝我們業次長 他隨時在注意我們的這個招商 我記得招商很重要 我們不可能等到108年以後再來招商 我們更不可能等到都市計劃的氣味 已經弄好了以後 我們才來招商 招商完了以後 他的位置又不符合他的需要 所以我們應該一方面招商 一方面半區段徵收的位置等配置 這樣的話就可以符合我們廠商的需求 一方面他又可以縮短我們這整個計劃的一個開發 那麼這樣的話對於我們這廠商來講 他可以馬上入駐 那麼他可以跟我們的經濟發展的一個競爭力能夠達到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因此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已經踏出的已經成功之路了 也就是說我們有很好的地理位置 我們有很好的交通 我們有很好的團隊 那如果我們在成本方面能夠控制得好 那如果我們將來招商的進度能夠備得好 我相信這個航空城的業主就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我們整個的財務計劃 我是有一點比較擔心 因為剛才我所講到的 因為是第一次用試駕診所 而且又是我們的補償費非常的高 然後房租補助這些非常非常 都是增加我們的成本 那如果增加成本太高的話 廠商不願意入主的話 我就進進來來做話 那對我們將來增加工程度的推動計劃 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因此這個財務的成本很重要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時效要把它收到 徵收的時間要收到 第二 一定我們要先見後才 同時來進行招商的工作 這樣的話這個計劃就會成功 我的發達意見就到這裡